那举个实例来说 我的一个亲戚他年轻的时候为了养育子女 投资了这个一些养殖业 造了沙业 那但是在一次我带他跟他太太去放生的时候呢 因为我跟他太太很想要救他 让他日后不要再受到苦暴的这种悲心 在影响他之下 他也用了很大的悲心 来祝福那些本来在市场上 要不然买回去主持的妮丘 让这些妮丘可以重生 那么就在我们三个人发了很大的悲心 要来救那些妮丘的时候 那说也奇怪 那些被放出去的妮丘 其中大概是最大的那一只吧 游出去十分钟 游出去大概十公尺的一个距离 马上就游回来 然后呢垂直起身体 上下的跳动 一个顺时针一个大圆圈 这样上下的跳动 就像跳舞 用跳舞来表达他对我们的感谢 尤其是对那位 直接就是我们要祝福他 让他以后不要受苦暴的那位重要 是他放他的 我觉得他就是在眼前表演给这个人看 告诉他很感恩你 那你知道吗 这个人从那个之后 他很喜欢放生 这种快乐 我想各位可想而知 再来是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人将活在黑暗之中 因为种种的逆缘境界来临的时候 只有对诸佛 积道果佛 以及法广化三身佛 坚定不变的信心 才能够让我们有力量 不断地向道佛与果佛齐起 并且深信自己 积薄的自心本性 勇敢来面对困难 并且自有过困难 关于信心 在座各位都修得很好 我想我就不要再赘述了 再来的话 慈心如果说 悲心是修行人佛的 如果说悲心是修行人佛的基础的话 那么慈心就是修佛的 更进一步的能力 一个有慈心的人 必定是一个有悲心的人 因为一个想要给众生 乐与乐因的人 怎么可能会 舍得众生来受苦呢 那这必定是慈心的 然后慈心的修持 必定也是往往伴随 要有更多的随喜心与舍心 一个有慈心的人 才懂得真正的随喜 也才懂得真正的舍心 在座各位都是大慈心的人 我不必多提 但是我倒是在别人 跟自己过去的人生经验中 体会到一个道理 如果各位有亲朋好友 面临到处理一些男女朋友 或夫妻缘分 不适合继续下去的 这种境况的时候呢 请参考一下 我以下所说的这一句话 在虚幻的人生当中 过去他是我的丈夫 或者是我的妻子 现在他是我的儿子 或是我的女儿 只要有这种心 我相信各位很容易 可以做得到阳过或楚流向的功力 再来的话讲智慧 智慧是五种好思想中 最难获得的 但是感恩伟大的文书护主 前一世曾是颠沛流离的人生的 这个西藏大文豪与民族英雄 甘敦群佩 也就是这一世 我们现在眼前的 道佛与果佛合一的金刚上师 堪布却大人伯切 以他的佛制 他帮我们整理出 最适合这个时代人类 所了解的佛法 智慧获得的道次第 有了第一步的出离心 也就是小圣的佛法的持戒 的这种内心的生活角度 跟生活态度之后 接着第二步的悲心 也就是大圣佛法中的 不管是国王保护子民的 这种国王式的 或者是同传过渡的 这种百度人式的 或者是牧羊人守护羊群的 这种态度 那么对待一切需要我们 帮助他们脱离苦与苦因的众生 以大圣菩萨成活的 三种内心生活角度 与实际生活中 与其他一切生命最良善的 一个互动的一个实际生活态度 这个是第二步的悲心 再来第三步的信心 用金刚不摧的 对三宝坚定不移 的一个我们的正性的认知 这个宇宙的唯一真理是佛法 也不要怀疑 我们这个主体自信 自信佛性的一个基佛 更不怀疑 这个客体的一个道佛与果佛 一切 世间一切力量最大的来源 还有世间一切安乐的 英语圆的唯一的来源 基道果佛与法报化三身佛 这个是我们决定 绝对一定要有的这种信心 信心有了后 最后第四步是慈心 将以上的出离心 悲心加上信心 我们就可以得到完美的慈心 最后最后 在很会算数学的文书菩萨的 法报化三身佛的引领之下 我们在这一次闭关当中 得到一个公式 出离心加上悲心 再加上信心 然后最后一定不能少 我们要有慈心 出离心 悲心 信心 慈心 照这个次第 一样一样加上去 祝各位 今生今世 得到圆满的智慧 能够集身成佛 以及能够利益到 无量无数的众生 集身成佛 谢谢各位 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